把鱿鱼游戏搬到现实中难度能有多大 国外有个土豪建了一个超大场地 找来456个人 最后的赢家能获得45.6万美元的奖金 关卡基本和韩剧《鱿鱼游戏》中的一样 第一关就是让人恐惧感爆棚的一二三木头人 只不过稍稍改动了一下 绿灯可以移动 红灯停止 谁如果动一下 肚子上的装置就会爆炸 电视剧《鱿鱼游戏》中 如果不小心移动就会丢命 这个看似简单的关卡实际上很难 现实中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刚一开始就有30人淘汰 游戏难度超出了玩家们的想象 土豪以娱乐为主 游戏过程并没有控制的很严格 但即便这样 456人中也只有232人通过了关卡 近乎一半的人在第一关夭折 第二关戳碰糖 归照大家都知道 用一根针抠出糖饼上的形状 有五角形 圆形 三角形和散形 这关极其考验耐心 有用针的也有用嘴舔的 有些口火好的能直接咬出来 谁能想到这一关居然有90人被淘汰 但土豪以娱乐为主 钱得花出去 第二关被淘汰的人 每人都可以获得2000美元的奖励 现在还剩下142人 为了下一个关卡 人数得平均 土豪需要请走22个人退出游戏 这些人每人都可以获得4000美元的奖励 剩下的120人将参与第三个关卡 拔河 一共12个小组 每组10人 用抽签来决定对手 规则大家都懂 电视剧里输掉的队伍将掉下万丈深渊 而现实中输掉的队伍会掉到泡沫 哪个组的女生多就要吃亏了 这关是靠力量和技巧 一半的人会在这里被淘汰 这关过后 剩下60个人 接着就是第四个关卡 打弹珠 电视剧里的这关 是要和最亲近的伙伴互相厮杀 也是最揪心的一个关卡 现实中也一样 两人中只有一个人能获胜 虽然是游戏 但过程中也有人伤心流泪 因为好朋友就这样失去了游戏资格 这个关卡结束后 456个人就只剩下了30人 下一个关卡 玻璃桥 这关相当凶残 需要通过抽签决定通过玻璃桥的顺序 玻璃桥每一集有两块板子 其中一块是松洞洞 财道会掉下去 顺序越靠前的人掉下去的几率越大 问题是 这关时间相当紧 有四个人没按照规定时间到达 在一个纯靠运气的关卡 只有六人完成了游戏 最后一关 抢凳子 电视剧中的原版游戏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原版游戏太过于残暴 所以现实中改成了抢凳子 这个游戏大家都玩过 六个人听音乐来抢五个凳子 每淘汰一人就少掉一个凳子 一直到最后的赢家出炉 游戏才算结束 而且双手要被捆住 一起来看最后的赢家是谁吧 这个黑人小哥成了最后的赢家 不过第二名也有一万美元的奖励 电视剧中的游戏成了现实 让我只有一个感觉 羡慕 羡慕还是羡慕 什么时候我们这会出现一个土豪组织这种游戏呢